中华田园猫到底是什么猫 中华田园猫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品种猫 它是我国本土猫咪的统称 根据毛色 品项又分为很多种别的猫咪 下面就来看一下我国本土常见的一些田园猫 橘猫 也就是黄梨猫 非常容易长胖的猫咪 橘胖子说的就是它 也许和它身上的橘色有关 懒牛猫 猫中的哈士奇 神经病 总是喜欢做一些无厘头的事情出来 非常泛二 非常有意思 玄猫 一身黑色的披风 充满了神秘感 就像黑夜的骑士 优雅的散布于各个角落 古代玄猫是可以驱邪的猫 会带有好意 而黑猫会带来不幸和灾难 这些都是古代的想法 我认为不管是玄猫还是黑猫 都是十分可爱的动物 四川剑州猫 产于四川的一种猫咪 鸡井凝利 耳朵上有一个小插口 也叫做四儿猫 山东狮子猫 产于山东 一种非常好看和自信的猫咪 身上有波斯猫的血统 气质 动人 高贵 典雅 三花猫 顾名思义 身上有三种颜色 一般为黄 白 黑为主 90%以上的三花猫都为母猫 白猫 中国的白短猫 也是一种非常可爱 漂亮的猫咪 气质不属于别的品种猫 中华田园猫 大致就是这几种 不要总是傻傻的认为 中华田园猫是一个品种猫 它是我国所有猫咪的统称 其中中华梨花猫已被CFA认证 还有懒牛猫 纯色猫等 在中国古代根据毛色给猫很多雅称 黑猫是招财镇宅的神兽 又称玄毛 黑猫四个爪爪都是白的 叫踏雪寻眉 白猫黑尾巴叫雪里脱腔 白猫脸上正中间有蝉形状斑纹 叫咸蝉 山东林青狮子猫 是一桶鸳鸯眼的白色长毛 纯种现义绝种 田园猫的抵抗力 天生相较于品种猫 对环境中的病菌和细菌 抵抗力要更强一些 适应性更好 也更容易生存 中华田园猫是对中国本土家猫的统称 因为我国历史上并没有重视人工培养猫品种 因此猫都是自然繁衍的 没有稳定的旗形 毛色以及性格 大部分颜值都不高且不亲人 所以一直以来都不受重视 只是当做工作猫 用来抓老鼠 过去对普通猫一直没有正规学名 对于家猫就统称为土猫 土猫其实是最好养的 它们一般体质很好 不容易生病 因为是混种猫 基因库庞大 一般没有遗传病 基因缺陷也没有 并且适应能力强 有一定的野外生存能力 还会看人的颜色 品种猫因为长期的近期繁殖 大多数会出现一些基因缺陷 所以会导致一些品种猫体质较差 不太好养 对于宠物来说 土猫的缺点也是比较明显的 土猫的性格差异比较大 有的极具攻击性 有的高冷不亲人 有的软萌可爱 有的很黏人 大体上土猫的性格是比较活泼 独立好奇心强 喜欢追逐猎物 颜值也是不稳定 有的很可爱很漂亮 有的就难以理解 这也是导致土猫很容易被遗弃的原因之一 有很多人并没有认真的了解过猫这种动物 不了解它的习性 只是看到别人家的猫很可爱 自己就弄一只来养着玩 如果刚好碰到那种高冷的不亲人的猫咪 就会觉得很无趣 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 也因为土猫来得很容易 所以仪器也很容易 生命不分高低贵贱 不管是品种猫还是田园猫 都应该受到同样的呵护 不应该随意的丢弃 如果真的是爱猫 就不应该在乎品种问题 给它一个温暖的家 好好善待它 好了 今天就先分享到这 下期见 拜拜